你睡前非得留着这样的棚啊 睡不着觉的啊 根儿少着了 问题怎么解决呢 这个好办 这个就用一个丸 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今天呢 我把这个丸也给大家带来了 让我来翻一翻 它是个什么丸呢 什么丸呢 这叫什么丸呢 龟脾丸 这我知道啊 它就是管这个脾的 是不是啊 那它也管这种剑猫 这个朋友 它不只是有脾的事 它还有心的事 它不是心脾两虚吗 这还能管心吗 龟脾丸呢 就是治疗心脾两虚的一个 经典的一个方子 这个方子里头 确实是有健脾养心的药 为什么它能治疗心脾两虚 大家看看这个方子的组成 党参 草白竹 黄芪 枝干草 这就是可以治疗脾虚 再有当归 扶神 远治 酸爪儿 龙眼肉 这一些就可以治疗心脾 心血不足 这些药的搭配 就可以治疗心脾不足 导致的健忘 那这个吃法是什么 我们如果买了这个成药之后 是按照这个成药的这个吃法吃就行吗 按照说明书吃就行 就行 吃七天 如果要是管用 吃一周到两周 看一看 也有同款这样溜的健忘型的朋友 你可以用一下这个龟脾丸试一试 接下来再看这位朋友 他可不是光那么睡前溜的 那么简简单单的一个事了 我也是爱心望还爱溜的 但我不是说溜的找磁虚 也不是说后半夜往厕所溜的 要是坐着吧 就堵得慌上不来气 可能是缺氧了吧 导致我这脑子浑降降的不清醒 啥也记不住 动一动 感觉这气能顺一顺 脑子还能清醒点 记性还能好点 我这是咋回事呢 这位朋友 他是属于什么呢 一溜的这个就减清醒了 只要下地溜的溜的就发现 哎呀 这个脑子就清醒点了 哎 记性又回了点了 这是啥 这位朋友我问一下啊 除了记性不好之外 是不是还有以下这么几个问题啊 心里总不常量 平时偶尔还有痰 特别是赏着眼里都总有痰 总卡痰而不是咳痰 整天是不是总迷迷糊糊的 很不清醒啊 是不是这个体型偏胖 肚子稍微的偏大一些 吴老师你行啊 又都说对了 这些朋友给我回复了 就说您说这些症状啊 他都有 这种健忘 就叫弹尸主治型的 健忘 您看您最开始就说 有的是这个痞出了问题 有的是这个肾出了问题 对 您说这个叫痰尸 那他归来归去 还得归到痞上 他这个痰尸啊 产生是痞 但现在我们要 解决痰尸的问题 从痞去着手 没错 但是呢 你光去治痞的话 有点 远水不解 尽壳 我们要解决 他这个痰着内阻的问题 谷老师啊 我有个疑问啊 您看都是痞的问题 那为啥 这俩症状就不一样呢 一个是这个 临睡溜的型健忘 那这位就变成了 溜的型 减轻型健忘 怎么回事呢 因为他是一个 痞虚为本 痰着为标 那这个时候 他这个病情的表现呢 他就是一个标识为主 痰着那种 组织的气机 气机不通畅 所以说他就要溜 是溜的溜的 顺顺气 记忆力就能变好了吗 他一溜的人体一活动 气血一通畅了 气血通畅了 有利于痰着的去除 也有利于气血通畅 气血通畅 大脑和心脏 能够得到气血的充养 那么他健忘的这方面 就能缓解一些 吴老师 那这些朋友 就是一溜的 能减轻型健忘的 他们也就是这个 痰着组织的这个 那他们就是 还有什么其他特点吗 健忘的特点呢 他会伴随着这个人呢 经常啊 头脑不清楚 总是迷迷糊糊的 他自己感觉 总是迷迷糊糊的 给人一种 他也是不清醒 不精神 总打捏 总发困 这种情况 对这样一溜的 这个健忘就缓解的朋友 你给个什么样的药 还是一个玩 还是玩 还是玩 这是一个什么玩 这个玩呢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 也是一个经典名方 这叫二臣丸 二臣丸 这个我知道 这是不是二臣汤的 这个成药啊 下学说的对 这就是中医的 经典名方 二臣汤 改汤为丸 更方便我们 现代人口服 这个二臣丸的配合 一共是四味药 半夏 陈皮 芙苓 制干草 二臣就是两味药 半夏和菊皮 越时间放得长 越好 这叫二臣 它这个作用啊 主要就是半夏 化痰 开节 陈皮 行气 化痰 降味气 那么福灵 立湿 它立湿 有利于 痰酌的去除 为什么呢 中医讲 痰酌是由于 水湿内庭 巨湿生痰 你把痰的根 水去除了 那么痰也会减轻 最后一个 制干草 补脾气 我们讲吧 这个痰食 产生的根 都是脾虚嘛 那么制干草 补脾虚 然后调和主要 这个呢 二臣丸是个强药 按说明书吃就行 吃半个月左右吧 临睡 溜达形成健忘 是心脾两虚了 这类朋友 不仅仅是健忘 而且它消化功能也不好 睡不着 梦还多 您可以试一试 闺脾丸 频繁企业形健忘 是慎清不足 这类朋友 记性越来越差 不仅是老爱起业 还总爱腰脊拴远 您可以试一试 慎气完 一溜达就减轻形健忘 是弹灼组织的 这类朋友 还经常迷迷糊糊 头脑不清醒 体型偏胖 肚子偏大 您可以试一试 二臣玩 好 中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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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选白草一兽 这里是由白草一兽中央房 独家冠名播出 好 好 超ks 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